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先涵盖了里外弦的换弦 包括长短弓段的一个选曲 还有呢就是在我们换弓的这个过程中 注意要尽可能的减少痕迹 这条练习呢配合上我们的一个音色的控制 我们要追求一种在发音上的丰满和厚实 下面有老师给大家进行一个示范 速度是这样的 一 二 开始 是 中文字幕志愿者 Zither Harp 大家在拉奏过程中 尤其是最后一行 我们可以看到倒数的第三和第四小节 这两个小节 是在一连串的八分音符拉奏之下 然后再去进行最后的一个四拍子长音作为结束 所以在选取弓段的时候 我们还是要注意 当你拉奏完八分音符的时候 给自己留出一个富裕的空间 和富裕的这个弓段长度 来去拉奏完整的四拍 如果你拉奏的过程中 选取一个公子中间的位置 那么我们将看到这样一种 拉奏长音不够的这么一种情况 你的公子就不太够了 除非你可以很好地控制你的公子的这个公速 R三四 但是这样一个公段呢 又不足以让你的整个长音的这个音量 有一个像刚才我们前面部分旋律音的这种音量 让它们之间是一个平衡的这个状态 所以这里的这个公段去拉奏长音呢 会显得这个音稍微弱了一些 所以我们在公段选取的时候 像这个发 你要一公子给它拉出去 拉出去 拉 拉够 这样的公段啊 再去推这个Do的音量呢 就会好很多 有一个足够的公段去拉这个长音Do呢 我们就能够让它的音量保持在和前面几个音 一样的一个水平 另外呢 我们在找这个So的时候 以前四小节为例 这里呢 还要回忆我们之前讲到的四指在按So的时候 要注意你的触弦的力度 如何精准的找到从米到一个空弦去找四指搜呢 这就需要大家啊下去之后要仔细的认真的去练音阶 当你练多了之后 当你练多了之后 你对So这个音的位置 用四指去找呢 就会更精准 所以这条练习呢 很好地训练了大家 也对我们之前的学习进行了一个总结和检验 请大家认真的练习这条练习十三 今天的就讲到这里 今天的课就上到这里 希望我的讲述对你能有所帮助 心爱的琴就在心爱琴 我们下节课再见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